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主席 那今天考试院提出来的修正建议是针对主治法第十一条和十二条 那我们的建议是在配合现有人联配置调整三检的职务修正后的总数和五月六日的协商版本相同了一百一十一年 那理由是本案的核心工作是在政策规划法案的原理和意见的分析 所以建立在不动总人数的原则下 依实际业务的需要减少委任助理员的人员 增加业务办案的主力 中高阶的人力 那举一个例子是我们上个礼拜四下午的全院审查会 审查马祖等四县市的由委身占任的留任科长 可否身为九等的科长 那全系部女的加以两岸 那我们院的幕僚组就必须提出加以两岸的利弊分析 他整个案子的来龙去目等等 这些都是法案原理和意见分析 是中高阶人力在做的主要的事情 那另外一点是我们本案原理人事申请管道 因为没有外派的出路 所以不过原总处可以外派出去当各机关的人事主管 所以阻塞非常严重 那有一位原事局长就说我们考试院年年的升迁 比原事局慢了八到十年 那原总处四十几岁可以当到十三之等 我们考试院五十几岁能够当到科长都已经不多了 所以我们建议说这个三检委任助理员的人员 然后来增加业务办案的主力的中高阶线人 以上报告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说 在我们本来的这个党团协商的条文的这个人数 是照协商条文的人数 但是呢就把这个职权做一些 就是说职务做一些调整 就是把比较多的职缺保留给中高阶 因为这是你们比较需要的人力 然后可能把委任的人数减少 就补过去 所以这是十一条跟十二条嘛 那因为这个 所以因为这样 所以就不需要再有一个日出条款 就是施行日就 公布日就施行了 对不对 好请问各位同仁对于考试院建议 你那个第六条只有法制用语的改变 应该不用再修正嘛 增加监理委员会 所以你变成还是 就是这个就是为了有你们那个二不二会啦 对不对 是 好请问各位同仁对于考试院所建议的 第六条第十一条十二条 跟十九条的修正 有没有意见 那请黄委员 不是可以 他那个实际上面的需求指的是什么 你们检任秘书要十二个 哦不是 是要三成六个是不是 不是秘书啊 那个请那个人事主人坐到前面来好不好 你可能你有的时候你直接回答会比较方便 秘书要十二个人 检任希望有六个 还是怎么样 对对对 因为 等于是你们在整个人事的金字塔上面 上面的几乎都没有动吗 是 向委员报告 我们目前考试院如果照这样调整以后的 检任的比例是22.28 那行政人是27.02 那检任的比例是58.62 那行政人是60.64 那委任是18.1 行政人是12.3 所以整个配置的比例还比较稳当一点 不是你的意思 不是我现在的意思是说不好意思 因为 突然看到你们这个建议调整的 一下子比较难消化 你们就是希望 中高阶的位置多一点 是 然后基层的少一点 对对对 委任的少一点 对 委员报告一下 主要是因为我们那个考试院的组织法比较久没有修正 那在过去委任都会配置比较多人 那就是现在就是花了几年的组织里面 大概委任的需要用的人力都会比较少 那所以因为在就是以维持 就是这个111人这样子的架构下 我们建议是不是能够调整就是委任的人 然后因为毕竟我们是院级机关 那主要承办 主要承办业务的人是中高阶的人力 这样所以建议是调整委任的这样 方委您先看一下来请中委员 OK 因为我来自地方机关啦 我大概知道我们向来人事主管机关对于委建检的比例 行政人是有一个安排 那目前考试院是参照行政院委建检的比例 认为说目前你的委任人员的比例 是高于行政院所通行的比例 你们的建认人员的建检人员的比例 是低于行政院目前的比例 所以你们希望说参考行政院的配置 减少你们基层委任人员的比例 调高建认跟检认官职等的比例嘛 是这样意思嘛 那我是觉得刚刚人事处长嘛 主任 主任嘛 主任所说的 我大概可以理解啦 因为目前我们考试院毕竟是五院当中 那通常是高阶关会比较多 那我是觉得呢 在跟委员其他委员做说明的时候 因为未必每个人都来自地方基层的机关 或许你们可以以目前院级机关的伟建检的比例来做说明 会比较吻合你们的期待 我再强调一次 因为你们目前像我们立法院也好 像司法院也好 那其实呢都不像是行政院一样 有比较行政院级所辖有底下基层的机关 你们就是高高在上 所以呢如果要比的话呢 跟整体行政院比是一个比法 你们也可以跟立法院 或是跟其他的司法院来比较 伟建检的比例是否允荡 这一点我比较好评量 不然的话只是单你们这样说 我是可以理解 你们目前要把检任官职等的跟 检任官职等的调高 委任官职能调低 那实务上呢 因为你要说明一下你们的考试用人 基本上要透过考试用人到考试院 大概也很少用到委任官的 那个高考分发嘛 有没有 都是用高考嘛 因为高考已经没有委任官了啦 所以我可以理解 如果你们委任官编太多 也不会用到啦 大概以上是说明 公主去参考 谢谢中文 是这样子啦 就是因为我们在协商的条文里面 把他们的这个原额啊 缩减啦 他们现在是希望把缩减的这个原额 放在委任啦 就刚才中文讲的啦 但是因为我自己去又 因为我过去对包括立法院 的这个检任官的比例 比较大这一点呢 也提出过意见啦 所以比较起来啦 其实他们并没有 就是调整之后也并没有比立法院更高 所以我自己是可以接受啦 那黄管理 您来 您有什么要跟他们问的 不好意思喔 因为我可能没有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啊 去同意这样子的变动 那所以这个原额的部分就拜托 说主席让我们可以拿回去研究一下再做 没有问题 那我跟您请跟各位请教 第六条啊 我们本来是 只有列这个考选部全序部跟保训会 那考选建议是把工人退休辅恤基金监理委员放进去 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 他们本来的二部二会啊 因为旧的条文本来就没有放 这个保训这个监理会啦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啦 所以第六条我们就照他们建议的修正条文 那第十一条 第十二条 我们还是继续保留 那第十九条因为有联动 就是说如果我们十一条十二条 同意他们的建议的条文的话 第十九条就不用再维持这个日出的条款 那么也是联动的 我们今天就不签结论 还是没有结论 因为没有结论 先表达一下国民党立场 先好来我们请省委员 张总 那个抱歉迟到几分钟 我想好表达国民党立场 对于这一次这个司法院的司法委员 不是考试院 考试院的 还重讲一次 对不起 这次国民党立场是针对考试院的考试委员的 删减我认为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修宪层次的问题 在我们大法官的这个司制第四十四九九号 大法官司制第四十四九九号的解释 我也写也写也写到 考试院的组织 组织法 考试院组织法不能受不能这样修改 应该回到宪政体制的高度 来进行宪政体制的通判检讨才是正道 所以也就是说 对于考试委员要由十九个 变成民进党刚开始所提出来的三个委员 或者是说 现在时代力量 跟民进党有一种 支部默契协商我不知道 因为七个国民党党团都表示反对的立场 我们认为应该 维持现有的考试院的组织条例的内容 如果要修正考试院的组织条例 我认为这个院纪跟院纪之间 要彼此互相尊重 我们是一个五权宪法的国家 如果你要变成三权分立 我们也不反对 透过宪政体制来做修改 不应该是用立法院来审查 我们考试院的组织条例里面 现在这个 我们当然我们也晓得在当年的修宪 在当年的制宪里面 是五权分立 可是在这个像司法院大法官 有二十九位的这样的民文规定 那有十五位大法官 那我们监察委员有二十九位 那考试委员是十九位 不管当时立这个人数 那唯一缺憾就是考试院的考试委员 是没有人数上面明确指明是几位 到后来定为十九位 这也无可考了 但是我想这个不管考试委员也好 大法官的人数也好 监察委员的人数也好 都是宪政层级的问题 因为这是我们是五权分立的一个国家 所以在这个部分表达国民党立场 对这一次的这个考试院组织条例的修法 表达深切的遗憾 我们不需要这样子来 像蔡市长一样的喊考试委员 三个七个五个十一个十三个 我认为不应该 我希望维持现状 那就是到时候 虽然我们人数比较少 表决失败了 国民党愿意为宪政负责 谢谢 省委员您的意见我们都尊重了 不过坦白说 宪法跟针修条文里面对于 监察委员跟大法官人数明定 然后对考试委员人数不定 那让组织法来定 让法律来定人数 这个就是有它的道理 因为这个修宪 或者是针修条文的制定 也不是一党能够主导 那么如果他把人数的这个规定 交给法律来制定 那这个做什么读读 把考试院考试委员人数 不在宪法或针修条文里面做规定 那么让法律来做规定 那显然表示这个人数是可以调整的 是无需修宪就可以调整的 那这个是宪法交给我们的职权 然后我们今天不做处理 然后说这个是一定要来修宪 那如果需要修宪的话 那宪法或者正确条文当初为什么不定呢 这是我个人的意见 不好意思 好 我们跟大家做报告 本日协商过程已经录影录音列入记录 我们先有共识的部分均作为后续协商依据 但是因为仍然有保留的条文 我们今天协商就不做结论的签名 好我们另外再这个 我再表达一次我们所有的条文都国民党党团表示 全部保留 好谢谢 好我们另外这个哲奇再来进行协商 如果仍然没有办法有任何的进展的话 我们就只好跟院会回报 好谢谢 我们第二案第三案 我们这个上个礼拜宣告是两点三十分 好那么请各位这个先休息 我们两点三十分继续 法官法跟公务员惩戒委员会组织法 再调一调文 但是我们要尊重 尊重机关代表 因为机关要换场 不好意思 好谢谢民主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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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